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斯克弗后可能遭到中方的报复时 总理杜鲁多对记者说 加拿大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 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马大为周五表示 与中国的高层互访和交流可能深度冻结 自由贸易的谈判将被冰封一段时日 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一点 这是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的代价 葫芦认为孟晚舟事件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就应该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公正 中方要挟加拿大政府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 政府根本无权干预司法 接着葫芦要与您说说美国司法部将制裁中国黑客组织的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司法部将在下周开始 对中国黑客组织提出刑事指控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反黑客案件之一 报道引述美国内部人事消息 指出近年来窃取智慧财产的黑客行为 多是中国政府所支持 是前所未见的网络攻击 疑似盗走了大量云端储存企业 以及美国政府部会的资讯 《华尔街日报》12月7日说 美国官员称 那项涉及中国黑客行动的复杂计划 是中共迄今为止最大胆 最具破坏性的计划之一 可能是北京网络盗窃行动中最严重的一次 亦可能影响到数百或数千家美国公司 报道指网络安全研究人员 此前已将这些网络攻击 追溯到名为APTEN或云端跳跃的黑客组织 这些黑客组织与北京相关联 技术新闻资讯网站 ArsTechnica披露 APTEN是一个与中共国安部MSS天津分局 有关的黑客组织 国家安全局官员乔伊斯在10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黑客攻入技术服务商是将其当作一个平台 然后用来做任何需要的事 他们可能进行间谍活动 窃取知识产权以及为破坏性行动打基础 乔伊斯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指责中国当局违反了三年前与美国签署的协议 当时中方承诺不会为了经济间谍活动 对美国进行黑客行动 葫芦反对黑客攻击事件 认为黑客行为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境外网站发动黑客攻击事件 以屡见不鲜依法打击是必要的 最后葫芦与您说说驻美大使崔天凯怒批美国的事 12月5日崔天凯大使在美中贸委会45周年 庆典晚宴上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崔大使对过去一年间的中美关系感到担忧 批判有人企图让中美脱钩 企图开启所谓的新冷战 企图以所谓的百年马拉松之名进行战略对抗 他相信两国工商界需要的是市场准入 而不是壁垒 是开放的窗口 而不是铁幕 是互联互通 而不是彼此脱钩 是相互交融 而不是渐行渐远 是伙伴关系 而不是互为敌手 不管是鼓吹切断供应链 瓦解全球市场 还是宣扬使两国经济脱钩 阻碍科技交流 或是企图发动贸易战 关税战 网络战 冷战甚至热战 这些行为极不负责任 失逆历史潮流而动 绝对不会得逞 让我们共同努力 挫败那些欲将我们45年心血 毁于一旦的企图 为两国关系的未来 奠定更加坚实基础 葫芦同意崔大使的观点 希望中美尽快和好 但问题在于造成中美关系危机的原因 崔大使没说 葫芦认为 习近平国内的政治倒退 和国外的意识形态外交 是造成今天中美关系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习近平应尽快改弦更张 回到改革开放道路上来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明天见